今天的特别来宾 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歌台新人戴爱宁 唱起歌来爆发力十足的她 今天除了为各位带来多首好歌之外 在节目中还将和大家来聊聊出道过程 请您入面最新的新音乐 首先就请戴爱宁为我们带来黄小组的经典成音曲 不只是朋友 透过它的诠释 希望能带给您不同的感动 你身边的女人总是美丽 你追逐的爱情总是游戏 在你的眼里 我是你可以对眼欢的朋友 你从不理督 追逐我分享你的快乐 你看幸运的先后 总是灰狂 你是一个天鹤 总是沉默 在你的眼里 我是你可以靠清楚的朋友 你从不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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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有那麼一點點自私的佔佑 你開心的時候 總是揮霍 你是一字片刻 總是沉默 在你的眼裡 我是你可以靠清楚的朋友 你從不忘記 提醒我分擔你的寂寞 你從不知道 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 海上有那麼一點點溫柔的交走 你從不知道 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 海上有那麼一點點自私的佔佑 想做你一世的牽掛 想做你不只是朋友 想做你不只是朋友 海上有那麼一點點溫柔的交走 你從不知道 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 海上有那麼一點點自私的佔佑 海下 海上有那麼時遜 看看來自我 呼吸 海上有那麼一定能 支揮 海上有那麼 brac 欢迎欢迎代理 哈喽小哥你好 来到我们节目中 刚才听的那首歌 各位观众跟我一样感觉 你是个爆发力很强的一位歌手 谢谢 哇那种高亢的声音 因为我们在录影 有的时候不可能一次就成功 所以接二连三的时候 选择最好的一次 就刚唱的那首歌 结果我本来烦恼你的声音 这样的磨损会不会 应该保留一点实力 结果你每一次power都强 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就是唱歌 我不晓得怎么收敛 就是每次唱歌的时候 都是很用力的去唱 这个可能在当年在pop里面 在锻炼这个日子里面 算是一种累积的 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 真的pop里面卧虎藏龙 我们看到一些很受欢迎的歌手 除了戴爱琳之外 都是很多这种pop里面 被侵探发现的 像范逸诚阿妹 彭家慧 还有阿信 真的 这个戴爱琳在还没被心探 像中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在传pop里面 又有一个明日之星 这个声音很特别 所以很多心探坐在台下 在看 其实在你还没被发掘出来 大家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声音 很特殊 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 后来果然最近这张都是第二张专辑唱片的 跟大家接触了 这次好像特别 到了外国去做音乐的收集 我第二张专辑为爱琢瓦是去纽约录制的整张专辑 然后呢 也跟当地很多很优秀的乐手一起合作 都是外国人 然后因为里面的乐手都非常优秀 都跟宇多田或是Mary Carey都合作过 都是合作过的 对 哇 那这次算是国际的音乐上的包装 谢谢 录音有没有需要说 有电灯全按 有没有个人的一些习惯 我电灯是会全按 然后自己会喜欢点蜡烛啊 或者是喝点小酒 就是说不需要它全部要太亮 反而干扰你的情绪 太亮我觉得很有趣 这个也很妙 那有没有说一定要穿高跟鞋 还是要鞋子丢了 我会打赤脚 打赤脚 放轻松的 对 对 每个歌手唱歌录音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这个声音最好的状况是几点到几点 嗯 我想 嗯 越晚越好 越晚越好 可能是因为以前在pop唱歌的关系 所以你的这个交唱老师在定音师的给你定几点到几点 我是九点到晚上两点 你呢 嗯 下午跟晚上都会 晚上的时间会比较多 因为他知道我晚上的声音都比较开 哎 而且感觉会 虽然是世代录音室里面 可是总觉得晚上好像比较有情调一点 比较有情调 哎 真的是 情调是很重要的 嗯 才把一首好歌 情歌唱好的一个元素 对 啊 不过这是第二张专辑唱片 我想日后发展的空间啊 时间和录都还蛮长的 对 你的声音很有特色 谢谢 我相信第二张 跟着第二第三第四以后 你的听众群越来越广大 希望我会努力 今天接着下来在节目中 我们想再听听为我们带来一首歌曲 好 为我们安排的是 呃 为我们安排的是呢 一首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老歌 啊 抱着你的感觉 哎 很棒这首歌 大家也很熟 我们听听看他这么有power的声音 全是这首歌 抱着你的感觉 欢迎订阅 感觉浩昂 静静收着你的心跳 心愿让时间不停了 静静你的感觉浩昂 其实还有一点烦恼 如果这是最好的拥抱 为何爱情总是结束的那么大 眼眼眯眯说心爱我 还是舍不得离开我 你眼中明明诉说是孤独 而我装作没看到 至少还能够拥抱 当作一种满足凄凉的美丽 什么时候我都不在意 就这样拥抱在一起 我已心碎 我已醉在泪狂里 我整理的感觉浩昂 我整理的感觉浩昂 心情收着你的心跳 心愿让时间不停了 抱着你的感觉浩昂 其实还有一点烦恼 如果这是最好的拥抱 为何爱情总是结束的那么大 天天明明说心爱我 还是舍不得离开我 你眼中明明诉说是孤独 而我装作没看到 至少还能够拥抱 至少还能够拥抱 放出一种满足凄凉的美丽 什么时候我都不在意 什么时候我都不在意 就这样拥抱在一起 我已心碎 我已醉在泪狂里 我已醉在泪狂里 而我装作没看到 至少还能够拥抱 至少还能够拥抱 当作一种满足凄凉的美丽 更精彩的节目 尽在泪狱青的亲密院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